玉大橋拆除重建工程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而施工單位為了方便橋樑引到南側住戶民眾進出 以及配碎石鋪設零石通道 不過碎石路面卻常造成機車用路人打滑摔倒的意外 因此當地住戶特別向政代表陳情反映 希望能夠改善還給當地民眾一個安全的通行環境 住家前的道路施工單位特別鋪設集配碎石作為臨時通道 不過卻反而成為了用路人進出同行的夢魅 晚上騎摩托車回來滑滑的 我們兩家都滑過了 老大姐已經不止一次騎機車路過時累殘 附近鄰居阿嬤在送孫子上下學時 也同樣在集配碎石路上摔車受傷 施工單位的美意卻讓用路人走得膽戰心驚 雖然多次反應卻都沒有下文 只好轉向政代表陳情期盼能夠獲得改善 施工單位啦 就是在這個弟弟跌倒 他的孫子 滑滑的 石頭地 所以摩托車騎起來就會滑 這個凹陷 這個衣水沖刷的部分 越沖刷就越窄 車子要開的話就 導致你那個車子最沒辦法 玉璃大橋北端橋樑引道旁 這一條通路為附近住戶以及農民進出要道 現在因為玉璃大橋拆除重建工程 橋樑引道高度增加 使得這條通道寬度限縮 而施工單位鋪設集配石來應急 道廠會堪了解的正代表吳欣文 也要求施工廠商盡快處理 附近的住戶民眾支持並且也能夠提亮道路改善工程期間所帶來的交通黑暗旗 只是這條超過70米長主要的藥道卻以急配石鋪設沒有夯石 小石子容易被雨水重刷造成用路人安全上的威脅 居民期盼施工單位能夠想想辦法來改善 讓用路人都能安心放心安全的走過路過 記者是玉蘭玉璃圈採訪報導